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报好信息吸石安的 你看看你们的神 那所以 讲到这里羽养自己羊群 是不是讲到 耶稣基督第一次 降世为人 钉十字架 去呼召那些羊 让他们成为主耶稣所牧养的羊群 这么简单呢 不是的 你留意下第十节 主耶说必将大能者临到 他的宝贝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将牧人与养自己的羊群 用宝贝聚集羊 高普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与养小羊的 当我们知道 第十和第十一节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这里所说 牧养自己羊群 就不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 准备钉十字架去拯救罪人的事 因为第十字 因为第十字他说 主耶说必将大能者临到 他的降幅必为他掌权 赏赐和报应都在他面前 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 我们透过四福音的技术 冒显出这种荣耀 掌权 报应 这里所说的是哪个时段 没错 这里所说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大能者降临 指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要说 旧约所启示的名字 也都是新约耶稣基督他本身启示的名字 就是同一位神 在地上必掌权 掌权同时显出他 有赏赐的权柄 也都有报应那支 撥益神 败坏者的权柄 正如在以彩书第六十四章 已经将这段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事 加添了 补充了 描述了 第一节说 愿你列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火烧干柴 又像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谓的事 那时你降临 山领在你面前震动 第四节说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意外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所以这里所说等候他的人 就明白神计划 背后神的智慧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是列天而降 充满荣耀 这帮人恩着信 就继续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这种荣耀 这种的荣耀 这种的威荣 这种的审判 是怎样的 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的 神只不过是这样说和预言 有人恩着信 就等候他 所以当时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这种荣耀降临的时候 宿神的群体仍然在奸人之中 喜欢行业 纪念主的度 等候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九节 就用了这句话 你留下经文怎么说 他说现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都讲智慧 但不是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威 将要拜忘人之人的智慧 我们所说的 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古之先 预定使我们如何 得荣耀的 我们什么时候得荣耀 是第一次主基督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得这种荣耀 不是 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进到神为我们预备 基督掌权那个时候 国度的荣耀下去 第八节说 这智慧世上有权威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知道 他们怎么会将那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钉十字加上呢 正如经上所记 就引用以差书了 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 是未曾眼未曾看见 以多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这段经文 不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子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神给我们的恩典 接着我们就用这句说话 是不是呢 我们看一下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以多未曾听见 人心也想不到的 不是说我们住在地上 这种经历神 突然之间的恩典 是我们想不到这样来应用的 这段经文跟上文的意思是什么 当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 我们被他带进荣耀里 这件事情 是人眼都未曾看见 以多未曾听见 人心也想不到的 但是神就偏偏预备了 对我们这帮原本是罪人 却蒙神怜悯简算的人 竟然可以进到这种荣耀里去 这种差异到一个地步就是 眼都未曾看见 以多未曾听见 人心也想不到这么好的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去到撒迦来书第十四章 三到五节就提我们 当耶稣基督列天而降 帮助以色列人的经文 在这里再次去显明了这种真理的理念 第三节 而说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那就是说 以色列国就算要复作国 将来都要面对神的管教 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纵然复作国 仍然充满很多败坏 所以神仍然好像在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先知的时候 不断地重复 受敌来攻击他 去管教以色列文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最后那场战争 直到基督列天而降之前 这种的管教不断继续 因为他们未曾恩信耶稣基督 拿撒纳人耶稣基督 遇到他们在神面前清义 在神的荣耀计划当中 他们因为不要耶稣基督 所以救恩先临到外邦人 去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添满 生命的封信添满了之后 就等到神另一个计划 最终要成就 就是以色列人全家悔悔归归养神 所以撒加利亚书在这里补充 当这帮外邦人来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就透过基督的降临 来帮助以色列人 第四节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因为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升天 使徒人主说透过天使这样说 他怎样升天 亦都怎样降临 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 耶稣基督在橄榄山升天 耶稣基督都在橄榄山临到 耶路撒冷拯救当时 仰望他等候他的以色列众人 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这样说 耶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在那个战争的过程里面最终是怎样的呢 第十四章九到十三节这样说 耶华必作全地的王 就是那位降临的耶稣基督 就是第二次降临在地上的主耶稣基督 那日耶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耶华这个字 神自己启示的名字 就是那位自有永有 永远都活着的神 所以这位永远活着的神 也是耶稣基督他本身 他就会降临的时候 作全地的王 第十一节 耶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 调转过来 耶华用灾央攻击 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 所以神在那个时候 终于为整个的计划 显明出 神会为以色列人申愿 并且报应那些 来攻击以色列的外邦所有的军队 因此圣经话本来听 那日 耶华必使他们大大妖乱 他们各人彼此抽住 举手攻击 到最后 我们透过以色书第二章一到四节 已经点出了神自己荣耀的计划 和智慧 因为神命定了一件事 到神耶稣基督列天而降之后 整个大地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节 阿摩斯的儿子以错德默士 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末后的日子 耶华的殿的山必坚纳 超乎珠山高举过于万灵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为什么来啊? 因为第三节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哦!原来所有人来 是因为众人都喜欢神的说话 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所以众人都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第四节 他必在列光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亲爱的弟姐妹们 到我们回回41章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了 雅各啊!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华隐藏? 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所以这里其实是说明了 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不明白 神整个在以色列群体当中的计划和智慧 而到活在其中一个时段当中的以色列人 他发觉神好像看不见他们的艰苦 神好像任由外邦人这些的攻击 临到他们 遇到好像神不替他们伸冤 他们的信仰 对于他们所认识的耶华 产生很大的疑惑 和不信 遇到整个信仰就忽力 不能见证神 就正如这一幅黑白照 很多现在的以色列人 神仍然在耶路撒冷这块西面的称为 哭墙上面 继续献成地 向着他们列祖的神去祈祷 他们求神去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真战和痛苦 甚至他们在当时宗教领袖的教训下 仍然学求等候他们的尼赛雅 就是他们的救主神的受高者 然而他们却不晓得 但在圣经里面以色书 早已为他们留下了神 啟示的信息 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 列天而降的时候 他们会借着圣灵的帮助 能够明白 拿撒冷人耶稣 就是第一次降临那位拿撒冷人耶稣 就是他们要等候的基督 所以我们来到二十八节 圣经去说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华创造地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策度 所以当神透过他的智慧的计谋 显明了出来之后 就是前文所说 当他们的真战日子已满 他的罪业得赦免 在神面前受了加倍的刑罚之后 直到什么时候? 战争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列天而降之前 他们就是面对最终极的真战 他们最终因着圣灵的帮助 让他们回转归向拿撒冷人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这个基督的救恩真理之中 最终又怎样? 射罪 罪业得赦免 因为他们求告他们所等候的耶稣基督 所以透过这些信息 这种智慧的计划 他们明白了之后 在圣经这里称为好信息 好消息临到这帮属神的以色列人之后 他们就知道 原来神不是不理他们 只不过我们处身在神的管教之中 神既然管教我们 最终是为我们伸冤的 最终这位大能者会降临掌权 会赏赐那些等候神 仍然遵行神话语的以色列人身上 同时会报应那些攻击以色列人那班的仇敌 正因为他们明白神这个智慧的启示 这种计划的显明 所以他们恩信就得着什么 圣经说他们就得着安慰 所以整段经文这里所讲 安慰我的百姓 就是知道百姓终于明白神智慧的谋略 和在以色列人身上整个的计划 以到恩信的人就得着安慰 那如果你明白整个的解释之后 第三十一节 但那等候耶和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应展示上腾 这句说话你最终明白是什么意思 原来对于神的计划 未来整个智慧的谋略 你不单止知道 并且你恩着信 你就会真真正正 就算在神的管教之中 在得罪神 神兴起仇敌管教的过程里面 你仍然对神 不会失去信心 因为你明白了神整个的计划 那又怎样 你就恩着信就等候 等候神的管教完了之后 就是神的赏赐和拯救了 所以这种真正恩信 认识神 认识神智慧谋略的人 在等候耶和华的信徒 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 就能够重生得力 他们不会再質疑神 以为自己的道路在神面前隐藏 以为自己那种被仇敌攻击而来的冤屈 其实得不到申诉 所以他们就重生得力 不去質疑神 不去怀疑神 而是继续坚定遵行神的道 因此 之前降到树上 或者是岩石的垃圾 他再一次展示上谈 奥游在空中 就表达出以色列人 恩着信会等候神的计划 远远全全成就 这帮人 就满有信仰的力量 为神作什么见证 就是作 原来神的智慧谋略 已经预备好了 是一步一步按着神的能力去实践 而且必然完成的 我们住在地上 虽然有艰苦的日子 仍然为神这种智慧的谋略 祂的计划作见证 这种作见证的过程 虽然是艰难的时候 仍然这样作见证 就显出了力量了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 去到某些节日的时候 他们会违聚在一起 在信仰上一起聚焦 仿佛他们要等候他们 在旧日所预言的尼赛雅 但无论如何 这种真正悔改 在重生得力的情景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圣经说得好 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十到十一节 圣经说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 为众人死在十字架上 扎耶稣基督立旁的是罗马士兵 但是透过这段经文 这里不是指罗马士兵 是指仰望耶稣基督降临的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有份于在当时参与 定耶稣的罪 以到促成耶稣钉十字架 被罗马士兵去扎 他们都有份于耶稣基督被扎的事情上 这帮可惡的人最终竟然如何? 竟然仰望他们所扎的耶稣基督 就是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圣经说得好 不是因为他们先主动悔改 悔改是源于神主动施恩 顶之闷闷 所每一个人会信耶稣 是源于神主动施恩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圣灵会吹逼人 当听了好信息 关于耶稣基督救赎恩典 临到罪人的好消息 圣灵就会吹逼人的心 快快地向耶稣基督去祈祷 仰望他 吹逼我们的心 去懇求神施恩给我们这个罪人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已经临到外邦人好一段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神的灵同样会降临在这帮以色列人身上 因为这帮以色列人 是蒙神所爱蒙神怜悯的 所以圣灵同样在外邦人身上 如何作供 同样在以色列人身上作供 让他们仰望那位 昔日他们所扎弃绝的耶稣基督 竟然因此这样在神的面前就悲哀 等候基督 因此圣经在撒加利书13章7到9节 这样去说出将来基督列天而降 如何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里面 这样论述的 第8节说 也说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 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 奥恋他们 跟着他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可想而知 这里就展现出 原来神在自己的拯救的计划当中 有分两批的以色列人 一批就是因着他们的罪孽而死的人 另一批就是因着神的怜悯 拯救他们 让他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囂观 认识拿撒纳人耶稣就是他们所等的尼赛雅 因此他们因着信 在这个恶恋充满艰难的日子 他们没有埋怨神 为什么神不申怨 他们没有埋怨神 好像神看不到他们的道路 正因为他们信神所启示的经文 所表达出耶稣基督必会荣耀降临的事实 他们因着信 求告主的名 就算在这个恶恋的日子 他们仍然充满力量 没有去质疑神 没有疲乏到 所以这段经文就展现出 他们如应展翅上腾的信仰力量 因着信 他们就得安慰 因着等候耶稣基督最终要成就整个计划的时候 他们就怎样 必从身得力 然而难道这段经文 我所指的就是以赛书第四十章所说的经文 只是单单对以色列人说的吗? 是否也对我们基督徒现今的信徒说的呢? 我们来回以赛书第四十章的第二节和二十七节 我们再去了解他们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 要到我们拿到这种的原则 清楚之后才能够去认用于新弱的信徒身上 因为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得罪神 神就兴起仇敌 兴起真战临到他们 就是管教他们 看这帮以色列人在神的管教当中的时候 因为不认识神整个永恒的计划和旨意 因此他们就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面 认定神不为他们伸冤 认定神竟然看不到他们这种艰苦的路程 所以他们就对神收起了信心 就越来越质疑神 但是当他们明白了神的计划和旨意之后 他们就明白 原来神原来兴起这种真战为了管教他们 叫他们转离恶行 走回神眼中行为正的事 所以他们恩着信 神最终会为他们伸冤 神最终会赐福给他们 他们恩着信就重生得力 等候神的作为 一步一步实斥在他们的身上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管教过程里面 有属神的不明白 但后来渐渐明白了之后 他们就能够恩着信神的话语 神管教的作为 和最终复兴他们赐福的这种过程 恩着信就能够等候神 以到重生得力的嘛 就正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 在教会里面 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 就写信去劝戒当时在教会当中的决策者 他说你们将一个行淫乱而不悔的人 当从你们中间随去 要不是他会影响其他的信徒 有样何样行淫乱的事情 得罪神 那么经文在第四节 第五节这样说 他说 第四节说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久 好 所以保罗就明白了 他就竟然祈祷 将这个人交给撒旦 让撒旦继续迷惑他 迷惑到一个地步就怎么样 败坏他的肉体 让他肉体受尽痛苦 那怎么样 是不是因为他想这个人没得好死 是不是想他没有回生的机会 不是 他说正因为这样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就怎么样 最终有个目的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久 最终的灵魂是得久的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这个人能够灵魂得久 那就与前民败坏肉体有关 那什么意思 只说这个败坏的肉体 最终能够令到他醒觉 是不是 归向那个将要降临的主耶稣基督 然后他最终的灵魂 恩着信是得救的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都说过 就是称为中国麦当劳之父 叫朱元和帝兄 他这个人 起初 在1990年 被委任为高级的副总裁 主管中国的业务 是不是 那当然 他的工作 很顺利的过程底下 就怎么样 试一帆封信 他就开名车 但同时有外遇 过着个花天走地的生活 突然之间 他一次回港 就突然间 径联吐血 原来 查过之后 检查了之后 就发现了 腦癌的这个 这么重的疾病 后来他的内心 竟然和自己说 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就患上了 严重的抑郁症 打算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 恨好是什么呢 恨好就是他妻子 将神的话语 展现他面前 仁若赞得全世界 赔罪生命 有什么益处 神的话语 就做一次临到 离开了神的基督徒 好吗 因此 神就借着他人生这个低谷 重新令他回转 归向神 是吧 就将他身体交给撒旦 任他败坏 是吧 还有这种恶责出现 让他在这种身体败坏的同时 神又兴起他的太太 让神的话语 展现他面前 促成他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所以他后来就见证说 我感谢神了 虽然我离开了他 他却从来没有离开我 那么主元王就认真悔改 后来他在其他的地方 继续为主作见证 他在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聚会当中说 我从前卖的是地上的汉堡白 但现在我卖的是生命的汉堡白 不是指他 是指他在介绍能够赐予生命那位的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梁 到我自己来的必定不我 信我的永远不可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晓得 原来当有人离弃神 被神管教 神管教的目的 在他怜悯的人身上最终要挽回他 让他在主降临之前 能够清楚认信得救 并且在神面前 有一种更坚定 满有信仰的力量 为主作见证的信仰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以初阿书第40章的经文 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被管教 神就帮助他们 最终体会整个神拯救的计划 以到能够令那些明白 而有信心的人 等候耶和华 整个的作为 一步一步的临到以色列人 这帮被神管教的以色列人 最终因为等候神 就重生得力 所以在新约里面的众星图 现在我们的信图 同样在拿到这种原则底下 就是什么 我们被神管教了 最终因为读神的话语 明白整个神在管教之后 仍然对属神的群体 已经厘清了 我说明了整个救赎的计划 那是什么 人在神的计划 拯救的智慧 这种啟示的光照底下 人最终能够恩信 就能够继继续去等候神 仰望神 就重生得力 就成为一个 在地上为主耶稣基督 有力量作见证的人 见证什么 见证主耶稣基督就是 那位赐生命的主 并且将要降临的 审判列国的主 从以色列人明白神的旨意 恩着信就等候耶华 和我们现在恩着信 等候耶稣基督降临 是同出一切的 然而我们又晓得 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到二十三节 你们若因犯罪受宅打 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所以我们这帮信主的人 在地上为主作见证 因为认识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之后 我们就等候神 就常常能够重生得力 这种重生得力 于《以错书》第四十章所说的就是 在神的管教下 他们法力 不明白神的旨意 但现在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明白有另一个层次 为什么有人会佛力 不是因为他受犯罪 受扎打 受神的管教 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行善 行神眼中行为二的时候 受苦能忍耐 有另一种的情况 我们就是这种行义而受艰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恩着这种艰难 而面对这种困境而乏力 对神产生这种疑惑和不信 但不要紧 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 我们蒙照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痕 所以圣经这里说明了 你们行善而受苦必然的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行善而受苦 神呼召我们成为骄徒 就是这样跟随他的脚中 一样会因行善而受苦 所以这些计划 神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重生得力 就正如马太福音五章六到十二节 既学慕二的人有福 他就在众人面前显出 他是一个连率别人的人 在众人面前显出 他是一个清心的人 显出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但是这种行义的人 不一定受到众人的喜欢 所以有时候就是 为义受逼拔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逼拔你们 涅逐各样毁华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我们晓得 我们不是因为行恶而受苦的 有时候我们是行义而受苦的 那神荣耀永恒的计划 这种智慧显明在我们心中 同时都能够产生出这种信仰的安慰 所以让我们不单止在神的管教底下而得安慰 同时我们要尽深一步就是 当我们为主作见正义受苦的时候 都可以得安慰 但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认识神永恒的计划 如何临到众圣徒 正因为这个缘故 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 他认识神荣耀的旨意和计划 就得着安慰 并且在书信当中常常鼓励 同样面对这样为主作见正而来受苦的众圣徒 在《铁莎·罗尼加后书》一章6到11节 他就将神荣耀的计划显明了出来 他说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 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为主作见证 受人的毁谱 受人的攻击 有患难从这帮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为何能够继续如鹰展翅上头 我们为何继续能够保持这种力量呢 如果我们在低沉当中 为何能够重新得力继续为神作见证呢 正因为我们好像保罗那样 明白了神整个拯救的计划 如何先让骄徒为主作见证而受苦 后来得主荣耀降临之后的祝福 同享这种永恒的平安 以神的刑法和伸冤 展现在审判这帮敌党神的人身上 所以这段经文也都带领我们 去到同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诏书第四十章 等候耶华的人 常常都会有重生得力的经历 继续为神这种荣耀计划的旨意作见证 又例如如使徒约翰 他在神的面前与众星徒一样 面对艰难的日子 所谓启示录第一章七到九节说 看啊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的阿门主说 我是阿拉伐我是俄梅家 再是色在今在又永在的全能者 我若看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度 人内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曾在那叫拔摩的海盗上 所以若看被人囚禁在这个海盗上 为着耶稣基督作见证的缘故受患难 然而在最后的一章里面 主耶稣亲自作见证 第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 去到二十节说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 阿门主耶说我愿你来 所以一个能够明白神整个荣耀 要拯救的计划和智慧的信徒 因着信就能够继续忍耐 等候神自己的作为一步一步完成 虽然我们活在这种过程之中 有艰难 这种的困苦 这种的艰难 可能源于我们在神面前得罪神而来的管教 也有可能源于我们为神作见证行义而来的逼迫 但无论怎样都好 归纳一点就是当神自己的荣耀计划 彰显我们能够仔细了解神智慧的谋略和计划之后 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忍耐 等候神自己智慧谋略的计划能够完全完成 那么我们恩着信这种忍耐 就叫我们能够在艰难之中 仍然有力量 从身得力 如应展翅上腾 因此 好希望在这段经文里面 做一次比较的鼓励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门 主耶和阿 我愿你来 七位弟姐妹们 刚才跟大家说过一件重要的事情 安慰不但在乎认识神的计划与智慧 也是在乎是谁给予料安慰的保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近来的新闻 在美国里面有一个叫植谷的银行 因为一些的自己内部的操作失误 他们最终在一个大经济的倒退的环境下 终于要申请破产 倒闭了 但由于这家银行涉及很多的人 会产生一种金融界的骨牌效应 很容易会令到其他人 信不过银行 就去提款 而很多银行就会被擠提 很多银行就会这样 因为没有资金的流动 好像这个美国植谷银行就会倒闭了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的财政部 联储局 和联邦储款的保险公司 同心协力的 帮助这个美国植谷银行 就把一个声明发表出来 就说什么呢 为了加强所有的公众 对整个美国的银行的体系有信心 那就怎样呢 向这个直高银行就注资了 是吧 让他们所有的顾客 怎样呢 一定能够取回所有的存款 是吧 那为什么这帮人 信心会恢复回来呢 因为发出这种声明的 是美国财政部 联储局 和联邦储款保险公司 一同 是吧 他们的明星 蓄意叫人的信心 恢复过来 就是这样 所以透过这个例子 我们知道 原来在整篇的讯息里面 为什么有很多姚华 和万民的对比 就是要告诉众人 听 万民在神面前 如同水桶里面的一滴 如同天上的微尘 极之轻微的 仲可倒在神面前 都是极微之物 就是要显出神的能力 也显出神的智慧与谋略 因为没有人作过他的谋事 没有人与他商讨之后 而产生出这种智慧的 拯救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透过这段经文里面 中间加插了很多的比喻 说明出神那种的超越 伟大 满有能力 他说万民在他面前 好象虚无 甚至不及虚无 你们竟然将什么 来和神对比呢 你们竟然将偶像 来和神做对比 来将偶像 当作神 来敬拜 所以透过这些经文 神就要突显出 世上的居民 如同蝗虫 如同无有 世上的君王 归于虚空 审判官都成为虚空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彰显在天 铺彰窮 诸天都成为神 展现他能力的一个手段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二刹书》第四十章 二十五节 圣者说 你们将谁给我 在经文说 他的权能 大能大力 又说到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 正因为这些经文 就要突显出 我们所信靠 那位的神 你对他的能力 智慧 能够有那种 对比下 而衬托出那种崇高的时候 你就对 跟你说 安慰说话的 对象 有更深的认识 以及把握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再一次读的时候 你就明白 去到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用反问句 他说 雅各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华隐藏 当你体会了 神 在前段一堆的经文里面 所表达 他怎么伟大 满有智慧 满有能力的时候 去到这后 你会怎么跟雅各这么说 雅各 你的道路 怎会在耶华面前 隐藏呢 以色列就说 你为何言我的冤屈 神并不察问呢 所以当你看会神的时候 那怎么 你就会加一个注释 以色列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在神面前的伤冤 豈会神不查问呢 因为我明白了这段经文所说 就是说耶华的智慧 计划与谋略的了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们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真的要知道 他原本的意思 以到我们好象以色列人 读这些经文明白了之后 就得安慰 最终成为一个 等候耶华 神的人 必从身得力 如应展翅上腾 因为当神管教临到的时候 你明白管教背后 神的指望和计划 你就恩着信 等候神 管教完之后 就要赐福 所以你恩着信 继续等候的时候 必从身得力 就是如应展翅上腾 展现一种满有力量的上身活 见证神的智慧谋略和计划 所以一样 当我们越过了被神管教 我们是为义而受苦的时候 不要緊 同样因为明白神的指以荣耀的计划 这种智慧 我们明白掌握了之后 那又怎样 就好像启述录所说 是了我必快乐 我们就回应恩着信 就继续忍耐等候神的作为 基督的降临 就好像仕途约翰在这里说 主耶稣说 我愿你来 因为凡这样恩着信 忍耐等候耶和的人 必从身得力 如应展翅上腾 为主作见证 所以今天以撒书第四十章 一到三十一节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等候神应许的必从身得力 见证主 第一点 认识大能与智慧的神 智理全地的应许 第二点 第二点 认识主必降临 与智理全地者 必得安慰 当我们认识神的应许 智慧的谋略之后 我们认识 这样等候神的 就得安慰 第三点 认识主的应许 而得安慰者 必从身得力 里头受安慰了 就满有力量 最有一点 认识主的应许 而从身得力者 必见证主 就见证主的计划 必然成就 亲爱的第一支妹们 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 能够准确去应用 以到我们在神管教之中 或者为二受逼包的过程里面 印着明白神应许的计划和智慧 我们继续忍耐等候 就得安慰 从身得力 为主的计划智慧去作见证 我们献上同心的祈祷 参加天父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根据上下文去传释之后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等候你的人 能重生得力 不是说我们寻找工作 不是说我们的病治好了 不是说我们的人生顺利了 不是 我们之所以等候神 是因为我们明白 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 在你的管教之中 目的不是单单叫我们受苦 而是受苦之后 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 可以为神作见证的人 我们能够因着信 按着你自己的指议和计划谋略 显明了之后 因着信 我们就继续配合你的作为 等候你的作为的显明 并且在人生当中 继续为神你自己 荣耀所定的智慧和计划 去作见证 我们感谢主 因为我们知道被你管教之后 你定意叫我们为你继续 有力量地去作见证 并且进到更深的地步 就是纵然我们为你作见证 受苦、受迫白 我们仍然能够经常重申得力 因为我们明白 在受苦、为义、受迫白的过程里 是短暂的 相对你永恒的救赎 和拯救的指以光照下 我们真知道 你是将尾线的结局赐给我们 遇到我们恩着信 就等候神你自己的计划成就 愿神亲自帮助 每一个恩着认识你 荣耀指以计划的人 恩着信 能够忍耐等候神的作为 遇到我们经常在困难 甚至信仰似乎要跌倒的时候 一想起你的计划 一想起你自己的能力 一想起你的智慧与谋略 而我们就恢复重申得力 如应展翅上腾 愿我们这种信仰的力量 恩着你加添给我们 可以继续为你作荣耀的见证 我们要将荣耀重赞都归给你 盼望我们能先领受这份 从这段经文而启示的真理来念 而到有一天 我们被神管教也好 或者我们行意受迫白也好 我们想起 为什么我们可以重申得力 因为我们等候耶和华 我们献上同心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今天以错书第四十章 一至三十一节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真正 赞